Omicron本土壁疫情擴大 有國內專家呼籲 要縮短第三劑疫苗的施打間隔 前臺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 就表示不應該執著於五個月 過年快到了 要儘快施打才會有戰力 而林口長根副院長邱振勳認為 要讓高風險族群的施打間隔 縮短到三個月 針對這些建議 指揮中心表示會綜合評估 桃園機場清潔人員確診Omicron病毒 本土疫情擴大 面對Omicron疫情來勢洶洶 第三劑疫苗施打間隔是否縮短 也引發討論 前臺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 認為不應該執著於五個月 尤其像這名本土個案 施打過兩劑AZ的突破性感染 更應該要儘快施打MRNA加強針 可以提升到七成的防護力 像這一位其實有點可惜 他滿五個月的時間是十二月底 我覺得他假如在一個禮拜前 有打第三劑半量莫德納 搞不好他會避掉這個感染 也不一定 明明就有疫苗 我不覺得為什麼還要堅持五個月 這個五個月是怎麼出來的 林氏璧認為兩劑疫苗 尤其AZ對Omcron 幾乎沒有防護力 第三劑是非常有必要 尤其過年要到趕緊施打才有戰力 指揮中心應該要儘快調整政策 而目前法國臺灣 間隔時間是五個月 韓國 英國跟泰國 已經縮短到三個月 林口長庚副院長邱鎮巡也建議 包括醫護人員 第一線高感染風險工作人員等六大類的高風險族群 第三劑疫苗施打應該要縮短到三個月 提高覆蓋率 是否縮短第三劑間隔 指揮中心還要再討論 而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國內追加劑累計接種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八劑 接種率是百分之零點七 目前約四十萬人是符合追加劑的資格 陳時中表示打得慢一些 就表示前一劑的防護力還在 還是先呼籲民眾先趕快打一二劑 把基本的保護力建立起來 記者韓英朋友組台北報導 並且一位 您必須得認識 現在 ài